这次我们在选择演习区域的时候 是有着重要的考虑 这六个区域也是有深刻含义的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东平岛的东南部 是台湾海峡的最窄处 实际上是彻底突破了所谓的海峡中线 海峡中线的概念是美国人提出来的 我们从来不承认 人民解放军眼里也从来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 但比如说我们北部两个区域 是靠近金融港的外海 对金融港可以随时实施中共 东部的这个区域呢 是正对着台军的花莲和台东 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花莲还有一个加山地下机库 这个机库呢据说呀 是主要是防范人民解放军第一波打击 避免第一波打击 据说里面可以藏这个400多架飞机 也被称为是远东第一大地下机库 所以我们所设的这个东部这个区域呢 是对台军的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形成了正面打击之势 再看南边东南 是台湾肯定东南 肯定岛的东南呢 正好热共的巴士海峡 可以对巴士海峡实现公共 西南这个区域呢 正好是高雄的和左营的海峡域 等于对台独形成了关门打击之势 那么这六个区域把它连成一条线 就像一个绳索 而绳索的这个节呀 正好记载了西南这个区域 所以这样一个六个区域的话 根本是有深刻含义的